你们看没有 我这哈气 北京太冷了 现在是早上九点 我今天起这么早 是要去吃一个包子 吃一个在北京已经成为了 传说一个神奇的传说 这个包子据说 去了之后得拿号 拿完号之后再排至少半个小时的队 然后呢 排完队之后你还只能限量购买 一个人只能买半斤 我想太神奇了 我天哪 这个包子这么奢华吗 然后我们决定今天要去吃这个包子点 但是排队这个事情我不可能一个人去的 我必须叫上杨姐 但是你们也知道 这个杨女士呢 这个化妆啊 是需要时间的 我刚才刮眉毛的时候把我这儿刮烂了 哇真的疼死我了 哎呀呦 哎呀呦 北京有多冷 北京有多冷 张嘴出去 你怎么还提这个公文包啊 我提了 看到我这大哥了 大哥的火烂 看我们大哥来了 感觉昨晚又没少喝 没少喝咖啡 看我们大哥 有这个地方吗 有 全部有 你上去看个吧 能如此的艰难 耶 yes 哇忍不住的欢呼 美妙 今天的包子一定很香 平车位 多么美妙的一条直线啊 哇 你坐车了吗 你没坐你没鱼鱼鱼鱼鱼鱼鱼 小兴干 小宝贝 这个是西西湖大街 大红螺丑街 然后这个是在这个 西西湖大街 每次出来都能看到美妙 你们在街上走路的时候 会不会打亮路 没有 大家都会打亮你 我就是这条街上最美的 最亮的仔 你就是这条街上最亮的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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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吃一个草莓的吧 如果我们要排队的话 可以过来买 好的 这是一个那种美食街的感觉 哇 是街里的一个档口 从那边排队是吧 我们找到这个地方了 然后看到它是一个档口买一个档口领 我排了四个多 我六个人买两斤包子多吗 太不容易了 太不让我排 我买一斤吧 他不知道我排了 你要是开门做生意 这么办 一个人就半斤 他也没有用 我俩人 你俩人只能买一斤是吗 我们俩人只能买一斤是吗 在这吃 那一小时多久 多久 一小时拿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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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给现做是吗 是给我号是吗 128 咱是210 我买山楂的 你买草莓的 好的 谢谢 吃了 哇 好厉害呀 哈哈哈哈 我吃了 你能够在外面吗 那个十四包子我做不了 这包高架熟啊 我们领了之后 跟我们在这吃几个吧 反正就我们两个 我和一个女生 你们跟我一块吃点 那太谢谢了 那我买你的 你们尝一尝一下 不不不我不吃炒干了 不知道我们点了粥 喝粥就行了 这乳酥呢 我一买乳酥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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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咱就吃点吧 我给你俩太远了 这样我俩 你们俩已经饿了 我们尝试到底啥味呢 我们现在也是想来看看 到底是啥味呢 我没整名的 怎么这么火的 给你们拜年 给你们拜年 祝你们新年快乐 从哈尔滨过来吃 你看 从哈尔滨过来 等十一年了在这 十一年一碗炒干都喝干了 十一年一碗炒干都喝干了 这是真丰收啊 我跟你说你千万别开干 忍不住就丢了 那姐你这来到年了呢 来点来点了 好干了 有钱啊 就是这个有钱 真厉害 高手 这是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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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207了 207了 还有3 拜拜 出来了 出来了 嗯 哇 准备跟我们一起吃包子两大哥 把料碗都调好 哈哈 比我俩积极 他俩说我们去拿筷子吧 哈哈 拿醋拿筷子 我刚才给我俩买了饮料 真的吗 哇 真 咱俩他俩太厉害了 我就分他们半斤了 咱俩中午一直给 把钱收回来 一会儿 一盘15斤是吧 对 一盘半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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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里的师傅 哦 来来来来来 快来 快来 我再点饮料 哇 特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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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醋就给你背上了 哈哈 快点给我拿出筷子 哈哈 哈哈哈哈 他人嘴短了 谢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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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男主角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老板换一剂吧 满了有点 其实 是吗 哥 你知道他这个 这个包子皮 其实是死样的那种 就是他这个皮 就是特别薄嘛 嗯 然后他这个包子应该就是 水馅的 它是用葱姜水货的 葱姜味儿特别重 哎呀你俩 挺油的倒是 有点咸 嗯 他这儿得说清楚 只有一个馅儿 猪肉大葱 嗯就一个馅儿 没那么好看 里面能看到那个葱 那我扒一个给你看 就是这个葱 白的 也都是大葱哥的 画上能看见 我们吃了以后觉得味道 大哥你先说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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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还行而已 还可以 挺好的 大哥觉得呢 没有想象那么好 但是不难吃 今天最大的生活不是包子 只是认识两个小孩 非常开朗 这个中华民族的未来 哈哈哈 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那你吃这盘吧 那你吃这盘吧 挤凉 哈哈哈 不是挤凉了就 那我们请你吃这盘 好吧 大锅羊羞 你要不这盘给你拿 哎呦 哎呦 哇谢谢谢谢 我这时候我就买了一碗的 哈哈哈哈 然后三边的包子我全吃了 哈哈哈哈 一下子不一地的 你是人生赢家 哈哈哈哈 没事没事 挺关注我的微信 哈哈哈哈 就是人生赢家 这台上啊 开封 开封 开封灌汤包 对 对 我妈说没有他包子 只有我包的 其实美食就是每个人 脑子里的 建议 是 我给你们推荐另一个包子吧 哈尔滨 要去哈尔滨的话 去吃一下张帮富 也是一家老店 那包子 真的比张好吃 我觉得就是 它这个油吧挺大的 油不小 但是最后发现就是 有点顶 然后不香 油大 这就是 像是水馅一样的 就是水馅包 就是水馅盘的 水馅盘的馅 我买了一天 我买了一天 我买了一天三十多 没想到那么多 然后呢 我被事卖了 我以为是半天三八 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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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卖出去了 对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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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点啥 我能一口吃一个 你信吗 没事啊 一会儿 这不是吃的 来 早点 来 预备 这没个问题 这包子一瓶吧 二它里面都是水 所以不是很沾口水 女孩子买个包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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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咱不高兴了 咱就去买包 好不好 好 多买点 女孩子买个包 怎么了 真有点腻 腻好 那我们把上下的打包吧 打包 嗯 吃不了 打包走了 走了 走着 大家酌情来吧 如果有缘的话 可以过来尝一下 有缘 有时间 可以来尝一下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 要半斤就够了 两个人要半斤就够了 来的北京人吧 是少数 更多好了 碰到好几个都是第一次来 慕名过来的 发现排不上 有很多老北京人吃完之后 觉得不是他们小时候的味道了 对吧 因为咱们隔壁那时候 也就是北京人嘛 他们觉得没有那时候 价儿不太对了 反正 一直在变化 希望 大家做东西能够越来越好吧 唉 希望我们能够不忘初心 比例前行 唉 有梦就要去追 明天我们吃点啥呢 明天 明天再说明信了吧 拜拜 今天这期Vlog 也是我们在美食101 三十进食的参赛视频哦 转发评论点赞这条微博 都可以帮助我们在比赛中 获得更高的分数 帮助我们进入前十八 谢谢大家啦 谢谢